迄今为止 中国考古发现数以千计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剑 唯独1965年 于湖北省望山楚墓群中 出土的岳王沟剑剑 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岳王沟剑剑被沉展于独立展厅中 其历经2400多年岁月洗礼 依然光彩耀目 享誉海内外 王者之剑岳王沟剑剑 是如何被发现的 岳王沟剑剑有何特点 何以飞升中外 中心社东西问近日专访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岳王沟剑剑主要考古发掘者之一 陈振宇 在58年前 我有幸参加了岳王沟剑剑 这个目的主要发掘者之一 而且亲手把岳王沟剑剑拿出来的 1965年的11月 我们开始对这个墓进行 发掘工作 那么这个剑是12月25号发现的 这个墓葬有很多奇特的东西 这个虽然它是个中型墓葬 但是很多大墓都没有这么一个情况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 大家都要保存这么好 这么奇怪的东西 里面的东西一定很多 很精美的 国外不齐兰 有发文的剑现在就少 特别是有名闻就更少 据了解 岳王沟剑剑即出土于望山一号储木 当时实行抢救性挖掘 并未打开木窍 而是连同其他文物 一并交给临时库房管理员 第二天 文物保护专家在清洗青铜剑时 发现让人惊奇的一幕 其不仅十分精美 剑身上还有八个字 字体各异 剑身的八字名文 是确认剑主的依据 其出土后 经过多位著名历史学家 考古学家 古文字学家 对名文的试读 最终确定了这把剑的主人 剑身名文的字体为鸟虫书 岳王沟剑剑的出土 被称为京式发现 其保存完好 制作精美 剑手向外翻卷成圆盘形 手内筑有十一圈铜心圆 背面用御松石 镶嵌成美丽的几何花纹 整个剑身的两面 均满是黑色菱形花纹 韧薄而锋利 中国在两千多年前 这个剑这么保存完好 这个寒光碧人 而且反映了中国当时的 这个冶金技术 达到很高的水平 岳王沟剑剑充分反映了 中国古代铸剑工匠的高超技术 1977年 其被送至上海复旦大学 进行无损伤测定研究 科学家发现 剑刃及剑身成分表明 含锡为16%至17% 这是铸造锡青铜剑强度最高的部分 并保持有一定的延伸率 它的护筋成分是最好的 最高的 而且它的花纹是非常优美的 它是非常锋利的 当年我发破了37张纸 所以实至名归它作为一个天下第一剑 时至今日 已知有勾剑名门的遗物极少 岳王勾剑剑跟随岳王勾剑 力进沧桑 使岳国成为名副国强的国家 这也是勾剑剑的核心价值 岳王勾剑剑它跟随岳王勾剑 岳王勾剑剑曾随中国其他文物一起出国展览 赴日本 墨西哥和新加坡展出过三次 每次展览它都被放在展厅显著的位置 在单独的展柜中展出 受到参观者的高度赞誉 岳王勾剑剑曾经为了跟随出国展览 到海外去了三次 那么就是为了文物里面的船有遗遗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